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冷瑶妈妈要给你们带来的绘本故事呢 是这本 勇敢做自己 很多时候如果听到别人说什么 我们很容易不相信自己 我要不要坚持自己心里的想法呢 这个时候这本书里的内容就可以跳出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做自己 坚定自己定性的想法 去付诸实践吧 丹妮在水中跳跃滑行 脸上挂着最纯净的喜悦 她已经出海探索了一整天了 是时候该回家了 当她穿过海浪 朝家的方向游去时 她不禁发现 有些鱼游向左边 有些鱼游向右边 有些鱼围成圈 有些鱼开成线 有些鱼游向上游 有些鱼游向下游 有些鱼悄无声息 有些鱼大吵大闹 有些鱼有些鱼五颜六色 有些鱼朴淡雅 有些鱼与众不同 有些鱼相差无几 有些鱼有些鱼体 有些鱼体型庞大 有些鱼小巧玲珑 有些鱼浑身光滑 有些鱼尖刺变体 有些鱼游在水面 有些鱼停在水底 有些鱼成群结队 有些鱼独自唱油 有些鱼红如骄阳 有些鱼蓝似深海 有些鱼喜欢阳光明媚 有些鱼偏爱月光皎洁 丹尼回来了 爸爸妈妈笑容满面 她急切地想要告诉他们 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爸爸妈妈也听得全神贯注 鱼可真多呀 丹尼说 每条鱼都有值得分享的 特别之处 爸爸凭剪头说 我们互相分享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微笑着说 在蓝色的大海里 有数以万计的鱼 而每条鱼都是独特的 这些鱼一起组成了我们 这个多彩而美丽的世界 生命是一个漫长的旅途 丹尼妈妈说 你要勇敢做自己 好了 看到了每个人和每个人身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既要欣赏别人的不同 也要肯定自己的特别 这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故事啦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